台防部门近期依测所谓解放军攻台三步骤 并且还异想所谓反制战术 继续勾连美日意图对抗大陆 国台班表示 如果错判形势 胆敢铤而走险 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这个是美国的策略 而台湾当局现在是跟美国配合得很紧 美国现在想纠集全球的盟国 都来关注台海 招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 都到这来搅局 这个才是他的目的 最后这种事有可能会越来越多 说话不走脑子 或者根本不过脑子 通过制造谣言来加剧两岸形势 对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进行贬低 实际上会让岛内更加危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首次访问东南亚 意图进一步拉拢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美海军潜艇志愿舰抵达日本 就是要通过画经济上的大饼 来吸引东盟为美国的军事战略服务 这是他的真正的目 这种最惨痛的海战的交通工具 和救援工具在印太地区部署 是问美国正在为水下实战行动 做准备 俄罗斯总统普京放话英国首相 必须立即就停止北约东扩展开谈判 不然将采取行动以示回应 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 是否会达到废典呢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日 岛内媒体炒作称 台防务部门异想所谓的解放军攻台三步骤 并且制定了所谓的反制战术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党内媒体近日炒作 台防务部门又抛出所谓解放军攻台步骤的 议测报告 报告称攻击会分三个阶段 首先是联合军事威慑 其次是联合火力打击 然后是联合登陆作战 不仅猜想所谓的攻台三大阶段 台防务部门还议测所谓解放军三大弱点 另据外媒12月13号报道称 台防务部门还提出 一旦采购特别预算案通过 将以防空反制制空制海的任务顺序 作为所谓反制解放军的战术 报道称特别预算案 包括雄生导弹与剑翔攻击无人机 增程型天宫三防空导弹 雄风三反舰导弹等 有专家表示 就连美国都承认两岸军力相差悬殊 台军自制武器性能有限 所谓反制解放军战术 不过是自我打气而已 12月14号 台湾地区举办所谓台美日印太安全对话 声称没有任何外在压力 可以影响台湾地区 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 美日一些政客在线参会声称 要支持台湾地区对抗大陆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5号表示 近期民进党当局 和外国反华势力相勾连 蓄意散布所谓大陆攻台的言论 炒作所谓大陆对台的军事威胁 包藏祸心 政治民进党当局靠造谣声势 掩盖不了自己才是台海和平 稳定的真正威胁 如果错办形势 胆敢铤而走险 必将遭致灭顶之灾 台军此时异想 所谓解放军攻台步骤 以及反制战术 适合险恶用心 防务新观察为您解读 欢迎两位专家 首先请教两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台防务部门 近期是抛出了一份异响的解放军攻台三步骤 这样的一个报告 台当局究竟想干什么呢 杜先生 军事文盲的痴人说梦 杨先生 要把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国际化 杜先生请 以前他对登陆作战的顺序的构想 比现在稍微复杂一点 现在直接讲成了三板斧 什么联合威慑 联合火力打击 再包括联合登岛作战 实际上两个目标 第一是在岛内持续地制造紧张气氛 如果三板斧同时砍向台湾岛 这样他认为这个损失会很大 但是自己是主要责任 他可以把责任推向解放军 另外可以为所谓的军构 提出一些基本的理由 如果通过目前这个状态 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军事需求 也能够为今后的军构 做出某种准备 但实际上所谓三板斧的构想 没有太多的常识 因为一个鸡蛋可以蒸着吃 可以煮着吃 可以炒着吃 他认为只可以进行煮 而且煮了三步骤 实际上跟实际作战行动 有可能有巨大差距 如果从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去分析 谁还会先威慑 打击 登岛 有可能在一夜之间 把三件事同时做完 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的空间 也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 那么在解放军的实力面前 这个三板斧恐怕是一个 指呼的三板斧 杨先生您的观察 这个报告有一个非常深 也非常恶毒的政治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 由台当局一系列台独行动 挑起的两岸紧张局势 给它国际化 它这么渲染呢 有一个配合美国的目的 就是什么呢 美国现在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当然不光是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 它都要国际化 美国现在呢 是推行了一个新的策略 叫什么呢 要用集体安全价值观 组建一个政治安全联盟 什么叫集体安全价值观呢 就是任何一个 就是它所有的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同盟体系 它给这个全球同盟体系 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集体安全体系 然后呢就说 我们这些盟国都是集体安全成员国 其中任何一个集体安全成员国 安全上遇到事了 那就不是一个国家 是咱们大家的事 因此的美国现在呢 就是动员所有的盟国 现在南海有事了 这可不是我美国跟中国的事 这是你们大家的 咱们大家的事 所以你看 过去是美国军舰 那个矫距南海 现在那个西半球的军舰都过来了 同样道理呢 这个呢 是美国的策略 而台湾当局呢 现在是跟美国配合得很紧 美国现在想纠集全球的盟国 都来关注台海 那我说 哎 你们都来关注吧 因为这要打仗了 这要一打仗 这就不是美国跟中国的事 那是你们大家的事 因此这个所谓的这个 解放军的攻台报告 说句实话 是自己呢 画出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假想图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 做一种政治炒作 能不能打起仗来单说 只要在政治上 给它炒热了 那就会像那个一堆藏猿 越来越多都聚在这个地方 这个才是台当局真正的目的 招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 都到这来搅局 这个才是他的目的 那么现在不仅是异想 这个所谓的攻台步骤啊 台当局还意测了一个 所谓的解放军的三大弱点 如此凭空捏造 凭空想象 台当局是不是患上了妄想症啊 这个说法呢 应该是一种 愚蠢和危险的自嗨 两岸的军力形势 谁都清楚 解放军明显优势 无论是陆上海上空中 都占据绝对的这个能力空间 如果在这个时候 讲出解放军的三个不足 或者三个弱点 实际上呢 还是在给岛内打气 给自己所谓军事能力发展 起到一种炫耀作用 三个弱点根本不存在 不想解放军完全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信心 在台湾问题上 绝对不会有半步退缩 另外后勤保障能力 他也说不足 现在解放军 无论是军队改革之后 和后勤保障体制 包括陆上海上空中 这种伴随保障 和联合保障能力 正在快速提高 再加上在台岛作战 周期不会太长 所以这种状态呢 对于解放军的后勤能力 应该说能够完全支撑 另外他提到的 所谓盟友介入 让解放军分散精力 这大概也是一种妄想症 如果出现了台海作战行动 哪个国家会在台海战场上 真正介入 所以通过这个三个点 鼓吹自己固热金汤 鼓吹自己能够应对 解放军的所谓军事打击能力 这完全是一种妄想症 所以目前看呢 今后这种事 有可能会越来越多 说话不走脑子 或者根本不过脑子 通过制造谣言 来加剧两岸形势 对解放军的作战能力 进行贬低 实际上呢 会让岛内更加危险 同时我们关注到 现在台湾地区 还举行了一个所谓的 台美日印太安全对话 我们听到这个标题 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离谱了 那么现在美日的这个政客呢 还在一旁邪恶地出着搜主意 那么您觉得台湾地区 现在这种所谓的叫嚣炒作 体现了一种他们怎样的心态 用卖身投靠 来把这个大土豆 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美国现在呢 在搞这个印太战略 那么台当局 现在在通过各种层次 各种渠道呢 反复宣扬 我这个台湾岛啊 就是印太战略的一个 最重要的这个节点 那就是下决心的 要把台岛这个 2300万人民的性命 绑在美国的这个 整个的印太战略上 包括把日本也绑在 这个台独战车上 美国国内也有 越来越多的人物 在喊 那就是说 美国应该把这个 模糊战略转向清晰战略 什么叫改成清晰战略呢 就是你要明确表态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就得管 就得像当年这个 干预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这样 就是要清晰 那么这条呢 拜登政府深知其中厉害 所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 依然保持这个 一直强调 没有变 一直模糊战略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台当局不死心 一直要把美国 这个所谓模糊改成清晰 这要是一清晰 就等于什么呢 我把你给这个大土豆 绑在我小土豆的战车上 要害就在于 我把我自己身家性命 都绑在你印太战略上了 你难道还不给我出点力吗 这个就是台当局的这个心态 卖身投靠 然后呢 换取美国给自己这个大功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进行了他的首次东南亚执行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12月14号至17号 计划访问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东南亚三国 这也是布林肯上任以来 首次访问东南亚 可形成并不顺利 12月16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布林肯的访团有人确诊新冠 在先后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后 不得不取消最后一站泰国的行程 返回华盛顿 此次访问 美国企图推动与印尼的战略合作 推动与马来西亚 共同应对所谓挑战的合作机制 包括稳定供应链 他表示 美国将加强与地区伙伴的防御能力 和情报交流 拉拢这些国家 参与一项把美国外交 军事和情报工具 与其亚洲盟友和伙伴能力 紧密结合的战略 他再次无端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号表示 希望美方官员不要颠倒黑白 美国喜欢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所谓南海仲裁案说事 言必称基于规则的秩序 那么请美国先加入公约 再说 美方应该尊重事实 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损害地区国家互信合作的错误言行 而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时刻据报道 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在雅加达举行安全问题磋商 双方详细讨论了 在保障国家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的 合作问题确定了扩大军事和军事技术的合作途径 以及在法律法规调节和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方面的合作 此外据日媒12号披露 美国海军弗兰克凯布尔号潜艇支援舰 六年来首次访问日本 报道称可以提升美国核潜艇攻击能力的支援舰抵达日本 是针对台海局势向中国表达威慑态势 据称 弗兰克凯布尔号是美国海军仅有的两艘潜艇支援舰之一 美国国务卿此时收访东南亚具有怎样的险恶用心 美军潜艇支援舰此时部署日本 又是何企图呢 防御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收访东南亚之行 被媒体称之为是画饼之旅 请教两位的观察 如何看待他这次出访东南亚的真实目的呢 杨先生 拉拢东盟国家支持他的印太战略 参与他的印太战略 杨先生 化饼之旅变成了带病之旅 杨先生请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印太战略呢 美国一直有一个心痛的短板弱点 就是十个东盟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表态 而且东盟呢自己 美国弄了一个印太战略报告 东盟自己也弄了一个印太战略报告 然后你看这两个就是都讲印太战略的时候呢 东盟打的算盘跟美国打的算盘不一样 这个就成了美国的一个 这个短板或者是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软肋 他这个印太战略就是要把自己的全球的军事重点 移向这个印太地区 布林肯恰恰就是针对这个来进行的这个计划 要访问这个三个这个重要国家 目的是什么呢 可以概括为三个 第一呢 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制度性干预 就是美国这不是搞这个价值观联盟吗 你们这个不符合我的制度的话 我得进行干预 第一是制度性干预 第二呢 就是推销他们的这个印太战略 但是他的印太战略呢 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个军事战略 而东盟国家的重点是什么 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你这是以军事同盟为中心 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美国做了一个稍微靠了一下 刚才你说的很对 画饼之旅画的这个地方 美国没有兴趣 也没有足够的钱 在这个地方搞经济合作 但是我可以先画出来 我要有一个印太经济框架 画个大饼 有没有 但是说画是会能画出来 这是第二个目的 就是说通过画一个大饼呢 拉拢这个东盟呢 重视和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 说你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也有啊 我有个大饼在这 那么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呢 要打造一个军事同盟 就军事联盟 就是说把东盟拉入美国的军事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 整个的讲话和这个 跟各国会谈的时候 突出的强调是 所谓军事威胁呀 什么地区安全的这些事情 就是要把东盟拉入 美国的军事战略轨道 所以总的讲呢 这次的画饼之旅是什么呢 就是要通过画经济上的大饼 来吸引这个东盟呢 为美国的军事战略服务 这个是他的真正的目的 好 多先生请 这次布林肯不光是画了个大饼 而且画了一个巨大的有毒的饼 两种毒正在东南亚地区蔓延 第一呢 是美国的新冠病毒 在布林肯的访问团中 随团记者检测出阳性 说明之前的访问包括交流 实际上呢 是一场病毒的旅行 会给住在国构成比较大的传播风险 第二呢 就是国家安全上的病毒 如按照布林肯和这些国家的交流 他讲了三个点 经济情报和防务 实际上重点呢 还是防务和情报 如果与东南国家大量展开军事合作 特别是卖武器 卖装备 进行所谓的军事体制改革 联合演习 联合训练 实际上呢 这些国家会把更多的钱 向美国买武器 但这些国家目前当务之急 是第一 抗议 第二是经济发展 第三是民生改善 所以和这些国家的主题相比 是背道而驰 如果这个状态下 把更多的钱与美国搞所谓的军事合作 面对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威胁 做出配合行动 实际上对自己国内的正常生活秩序 会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长期或者是紧密地与美国 保持防务联系和军事联系 那么自己的国家就会生病 所以本身对东南亚几个国家的访问 就是对这些国家 总体安全的一种根本伤害 所以两种毒 今后呢 在东南亚 伴随着布林肯先生的脚步 有可能会大量蔓延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俄罗斯也与印尼举行了 关于安全问题的磋商 并且还确定了 扩大军事以及军事技术的合作途径 您怎么看待这一动作呢 俄罗斯在印尼的武器装备 包括军事贸易合作历史很悠久 至少比美国要多 比美国要长 比美国要深 这个时刻呢 双方高官同时到访印尼 等于俄罗斯用自己的脚 把之前布林肯和印尼 所谈的所有防务活着一脚踢翻 把之前的所有的协议 从一张白纸变成了废纸 目前看呢 俄罗斯与印尼的军事合作 动向非常令人关注 我想在这个时刻 俄罗斯如果能够签订协议 拿走订单 实际上是对美国 现在在印尼法国的一种羞辱 所以亚加达什炮讲得特别好 说盟友来了喝啤酒 伙伴来了喝咖啡 布林肯先生只配喝咖啡 也就说明呢 在所有的军事合作 包括外交的这种谈判场合中 很显然美国遭到了 印尼的这种轻视 俄罗斯的军事关系 如果进一步发展 实际上表明 在印尼这个国度上 自己想要什么 想买什么 自己说了算 与美国的风言风语 包括各种拉拢 没有半点关联 我们还从刚才的短片中 看到美海军这个 为数不多的潜艇支援舰 抵达了日本 您觉得这是在释放 出一种怎样的信号呢 潜艇支援舰的确 平时很少出动 也很少公开去报道 它主要的功能 就是潜艇水下支援 说白了就是救捞 一旦潜艇在水下出现故障 或者是被敌方击中击伤 它进行各种维护和保障 比如它带有主动生难 带有小型潜艇 带有潜艇救生中 还有其他对潜艇 进行支援辅助的 一系列设备 实际上呢 它在暗示这样一种场景 如果今后在亚太地区 在疫情方向 有水下的作断行动 将会出现异常惨重的 这种效果 那么在水下 一旦出现了伤亡 一旦出现了损失 就依靠这些救援船 对受伤的潜艇进行救助 比如康尼迪格号 撞山了 出现了问题 那如果在实战中被击中 会告成潜艇漏水 或者是局部舱室的损毁 这样对于那些 还在生存状态的舰员 如何进行救治 找到潜艇进行对接 然后把人救上来 这是一个核心步骤 我想如果能够把这种 最惨痛的海战的交通工具 和救援工具 在印太地区部署 说美国正在为 水下实战行动做准备 所以这条船 在亚太地区出现 它是个重要符号 也标志着今后在水下 要有很强 很激烈 甚至是很残酷的这段行动 美国目标是 我不惜一战 而且有重大伤亡 也要在亚太地区 与中国争夺水下优势 近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必须立即开始谈判 阻止北约的东扩行动 据俄罗斯卫星网 12月14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向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必须立即开始谈判 制定明确的国际法律协议 避免北约向东的 任何进一步推进 以及在邻国 尤其是乌克兰部署 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的武器 前一天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布科夫警告称 如果北约国家持续东扩 在俄罗斯边境地区 部署军事基础设施 那么俄方会采取行动 以示回应 比如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等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 S300远程防空系统 近期将强化俄罗斯南部等地方空 俄国防部计划向 罗斯托弗州和克里米亚的 俄军防空导弹部队 供应全新S300PM2远程防空系统 专家认为 S300PM2与S400和S350勇士系统相结合 将能从根本上 加强俄罗斯南部 高加索 克斥海峡等地的 对空防御能力 俄罗斯国防部称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 15号在日本海 用新型响应反前系统导弹 击毁了水下训练把镖 此外 据英国路透社12月13号报道 美国近日 在科罗拉多州 施里弗空军基地 举行了名为太空旗帜的 太空作战模拟演练 此次演习 将中国和俄罗斯 作为假想敌的参考 试图模拟美国卫星 抵御所谓太空威胁的能力 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 是否会达到废典 没太空战模拟演练 具有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我们看到现在 俄罗斯总统普京 外交部副部长 都相继对北约喊话 说要么停止东扩 要么我们就要部署核武器了 这是否意味着 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 已经到达了废典呢 实际上是终于划清了红线 亮出了王牌 亮出底牌 究竟红线在哪 这么些年 大家心照不宣 但是谁这张纸都不捅破 这一次呢 从最高层次 普京讲了 你承诺不再东扩 后来又提出呢 就不东扩问题 要进行谈判 这个就是目前 现在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红线 就是美俄斗了这么些年 现在终于把这个红线亮出来了 普京说你要跟我会晤 你先承诺 保证乌克兰不进北约 这个显然美国不能承诺 不能承诺的好 那我跟你北约谈判 停止东扩 其实就是不能再让乌克兰进去 但是红线归红线 这个我凭啥承认你的红线呢 那么俄罗斯的底牌就亮出来了 就是说你要是 不承认这条红线 或者打破这条红线 你的后果很严重 什么严重呢 就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 这个事情呢 如果一部署的话呢 说句实话 不仅欧洲国家如盲在背 而且关键在于什么呢 就是美国 对美国的所谓核保护伞 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它有被刺破的威胁 盟国越多 就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仔 盟国越多呀 你这老母鸡的翅膀就脏得越大 然后这些小鸡仔子 你就得护得越多 但是你有这么多这个小盟国 你护得过来吗 美国是 你没有办法防 几十个北约国家 你防哪一个 你不知道他打哪一个 所以说呢 就是说当俄罗斯要决定 恢复部署 带有这个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时候 我想这个事对北约 欧洲国家和对美国 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首先就是一个战略和政策上的挑战 再有一个就是军事威胁上的挑战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仗不一定打 但是整个的战略不稳定 和欧洲的这个经济 都别想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悲催的局面 欧洲局面是 大家都在玩命的这个增加武器 现在无论是北约的欧洲国家 还是俄罗斯 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安全悲论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 美国近期是搞了一个 太空战模拟演练啊 并且扬言说针对的就是中俄 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 所谓的这个中俄太空威胁 现在自己又搞这种 太空战的模拟演练 杜先生怎么看 贼汉捉贼 太空军是美国率先成立 而且受了一个黑色的旗帜 今后要在黑色的太空轨道上 发动各种打击行动 把太空军事化 优先变成武器化 而且不光是自己搞太空军 日本也紧随美国搞什么宇宙部队 而且搞了第二宇宙部队 另外欧洲国家 也要把自己的航天资源向美国集中 所以今后在地球轨道上 真正发动进攻行动的是美国 但美国如果在这个时候 缺乏理由缺乏经费 缺乏对盟友的凝聚力 就把中俄的太空威胁放大到极致 他说俄罗斯的卫星 能够恶意靠近某个卫星 而且要进行攻击 而且轨道变换非常诡异 这个状态下 美国有理由把自己的太空监视 然后太空攻击 两个要素同时发展 我想对中俄所谓太空能力的诬陷 实际上是为自己 提高太空的实战能力做准备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主要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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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